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艾夫森的P1球鞋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鞋款以及非常喜欢的配色 那么还是老样子在正式进入今天的开箱之前 希望大家对此类视频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尤其不要忘记点击底下的订阅按钮 那么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球鞋开箱 一双一双来 这边是第一双这样子一个艾夫森的早期的瑞布的鞋盒 那么这边也是特别会有一个鞋标在这边 那么上面我直接就翻译过来 它这个就是为艾夫森特制的鞋子 然后这边会有它的一些货号 然后这一双是Answer 4代 就是它的回答4代 然后它的配色是红色跟Loyal White 然后它的货号尺码是10.5码 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 还是像上次一样 大家会看到会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两张JSA的证书 这双鞋子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这双白红的4代 白红的4代 我个人对这双鞋子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前我还在新西兰的时候 当时北岸鞋王借给我好几双它的那个艾夫森的鞋款 当时也有给大家做过一期我的一些艾夫森的一些东西 一些开箱 那么这一双会不太一样 这一双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一双白红的配色 个人觉得这双鞋子真的太好看了 我看到第一眼 在当时我在网上看到它照片的时候 我当场就被这双鞋子吸引了 那么整体的配色就是红配白 然后它的一些小细节的部分拿的是这个蓝色 这个Loyal蓝色 这个艾夫森的这个logo这边 然后鞋带穿孔的地方 它里面是有内靴的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拉链的设计 这个是可以这样子拉下去的 里面是它的鞋带系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鞋带是在里面 鞋带是在里面 然后待会我还是会跟你之前一样 会PO一张它里面的这个鞋舌里面的这个Zanpo的这个标 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这是一双PE的鞋子 然后这双鞋子我觉得它的各方面做工都非常好 就像我上次给大家看的那双Question 1是一样的 我是觉得那个年代的鞋子它真的是非常讲究用料 非常讲究就是货真价实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皮质 然后整个中底这一块是这种Sweigh的 就是这种帆毛皮 整个中间这一块到鞋头整个全部都是 然后内侧也是一样 这边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荔枝皮做的 包括它这只整个鞋子的内衬 有可能灯光的关系未必能看得出来 它整个内衬全部都是用皮做的 所以这双鞋子真的是货真价实 然后在它的侧面的这边有一个银笔的艾富森的签名 这个后面会有一个它的这个镭射标在这个地方 就是对应的那个刚才信封里的证书 右边的这只脚也是一样 侧面会有一个艾富森的签名 这个签名签的特别长 我觉得很帅 这个签 我觉得要比这个签的好看一些 然后整体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会有两个独立的雷射标 会有两个独立的这个证书在这边 所以这一双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喜欢 尤其是这个白红的配色 一看就特别喜欢 然后把这个先放一边 然后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双 然后鞋盒也是一样的 虽然说它们应该都是不同时期的鞋子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都用的是一模一样的鞋盒 那么这边还是老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鞋标 然后也是做给艾富森的 这双是Question 1Mid的 就跟上次的鞋型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配色是不一样的 我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今天这边也是它的证书 但是它当时用的是另外一个认真公司 这个公司叫Bricket 它就是有可能我们玩球星卡的朋友 对这家公司就会比较了解一些 因为它做很多球星卡的评级 然后现在做评级的基本上就两家 一个就是这个BGS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PSA 那这一双鞋子我不知道大家玩鞋的朋友 对这双鞋子有没有了解 这双鞋子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双鞋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也有至少五年以上的鞋铃了 这双鞋子至少应该是在五到六年前发售的一个鞋款 这双鞋子曾经是有真实的发售过 虽然说这个里面也是一个Sample 也是个PE鞋 这个都放不下了 摸一下位置 这个放边上一点 那么这双鞋子是什么呢 这双鞋子是Question 1 没错 但是它当时是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在这边的 它的名字叫选秀日 就Draft Day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是为了纪念当年艾福森 它是1996年96黄金一代的选秀状元 所以说呢 它的后面这边会有一个特别的 是一个1 代表着它是状元 第一轮第一顺位被选中的 那么平时我们看到的Question呢 这个后面都是三 是艾福森的球一号码 所以这双鞋子呢 不会不太一样 其实很多年前啊 当这个鞋子刚发售的时候 我并没有注意到 因为有可能那个时候呢 我也是把我的很多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Jordan的鞋子的发售当中 或者那个年代 很多时候在注意一些椰子鞋的发售啊 所以说当时这个鞋子它刚发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 那随后呢 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当年是在新西兰 在惠伦顿啊 有一个也是玩鞋的朋友 并且他也是上海人啊 他当时有在卖这样一双鞋子啊 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鞋子好好看啊 并且我如果没记错 当年发这个鞋子的时候 这个鞋盒也是一个特别的鞋盒 上面有很多关于那个选秀的一些描述啊 一些做的挺不错的 我看到时候能不能在网上找一张照片 给你们看一下 那么这双鞋子呢 当时呢我看到他放在那边卖啊 但很可惜这个哥们他的脚比较大 嗯他的鞋子我没有办法穿啊 所以说当时非常可惜 然后我曾经有一度啊 有一段时间啊 一直在找这样一双鞋子 我很想找一双这个鞋子自己穿啊 但是很可惜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种老鞋子越来越难了啊 所以呢当时呢 在我买这一双鞋子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卖家 他居然手里有一双这个选秀日啊 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鞋子多少钱啊 最后跟他谈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就把这个鞋子买下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鞋子啊 那么上次呢 Question One这个鞋款呢 我也跟大家讲过 他搭载的就是他们家这个蜂窝器店啊 相信这一次因为不是全黑的 上次是全黑的 大家未必能看出来啊 这次就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蜂窝状的器垫啊 然后呢 整个鞋底呢 都是这种透明的啊 果冻胶底做的 里面会有个大大的这个瑞布的 这样一个logo在里面啊 并且这个鞋子的后跟这个中间 你也是可以看到 也可以按到 也可以摸到 这个是啊 一个这样蜂窝状的器垫在这边 然后呢 他在鞋头的部分啊 用的都是这种脊皮的 并且是毛绘稍微长一点 跟刚才那双鞋子的侧面比起来啊 他刷过去会变颜色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他的签名 然后这边呢 就是这个 Bricket公司的一个雷射标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一只脚也是一样啊 左右两只脚都是一样的 那么整体的配色都没有改变 然后签名在这边 他的雷射标在这边啊 然后我这次惊奇的发现 这双鞋子其实是有一些穿着过的痕迹的啊 我觉得啊这双鞋子有可能是一双 艾夫森轻穿过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 这边是有一些褶皱的 穿过的这种痕迹啊 有一点点褶皱 并且鞋子旁边 你看啊 这边是会有一些在穿的时候会插到的啊 一些痕迹 然后还有呢 如果是穿过这种球鞋的朋友应该会知道中底 大家可以看到中底这种这种这种纹路啊 只有在穿着有体重在上面的时候 他的中底才会产生这样子的这种压痕 所以我感觉这双鞋子有可能是被艾夫森穿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运气会比较好啊 左右两只脚都给大家看一下呢 这种啊这种压痕啊这种压痕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 因为现在有灯光打着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小小的啊 然后呢这边也是啊 这边也是都会有一些 这边就特别明显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后跟的部分啊 我就觉得这双鞋子有可能艾夫森他有本人有穿过啊 然后鞋子里面呢 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应该就是穿了一下下 有可能只穿了一次或者很短的时间啊 只穿了那么一下啊 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啊 可以又入手到两双这个艾夫森的P1的球鞋 并且呢尤其是这一双啊 是我当年非常非常想入手的一双鞋子啊 隔了这么久啊 然后居然让我买到一双他的P1 还带着他的双鞋啊 我真的觉得我快飞天了啊 然后这双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白红的配色 非常非常喜欢啊 并且还有一点然后像我经常会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说其实艾夫森的P1鞋我觉得非常合适 为什么因为艾夫森本来人就不高嘛 所以他的鞋子我们拿在手里就感觉像一个正常人的鞋子啊 但是大家去看一看乔丹的啊 库里的尤其是詹姆斯的16码啊 然后还有那种更加吓人的杜兰特啊 那那种鞋子拿在这边就跟一个模型一样就特别特别大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那种观赏那种感觉 有可能会怎么说呢 有可能你会觉得跟这个鞋子特别有距离感啊 就真的好像是球星穿的鞋子 但这样子的鞋子你拿在手里 你会觉得非常的亲切 就说句难听点 我说我今天想把它穿在脚上也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稍微大一点而已啊 不像那个东西穿上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鞋子艾夫森的这些东西啊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啊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啊 留言区或者弹幕的方式都跟我做一些交流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 然后呢很喜欢艾夫森啊 很喜欢这些球球员的东西 或者喜欢亲签 或者喜欢这样的PE的球鞋 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多做一些交流 可以大家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朋友啊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也是想做的简单一些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好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